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蒲勒酒窖的主理人廖孝淳 Jim來介紹我們專訪 Jim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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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 你當初怎麼會想要自己出來創業? 起心動念是什麼? 其實就是當時我們是有一個概念 我們就是當時其實我在台北跑了很多市場 很多店家很多小餐廳 然後台北人台北那邊的文化其實他們對於葡萄酒他是非常非常 就是很容易接受的很親民很親切 所以他們其實台北我講的好像有分一個國界但是其實最近有體驗是真的台北跟台中的喜好不太一樣 他們喜歡小店喜歡 特殊的食物或者是喜歡那種小小的那種巷弄內的美食料理 然後他們會喜歡配葡萄酒這很妙 因為台中目前都是調酒比較多 其實台北現在很流行就是wine pairing做葡萄酒 搭配任何的食物包括牛肉麵包括 甚至乳肉飯那種他們可能有一些 特別店家他都會拿來搭葡萄酒 是是 其實當時我在台北看了很多這樣的店 那剛剛好我太太他們 是以前在金明義界的一個老餐廳 退休了想要 我太太想說 讓他爸媽有一點點事情做 所以我就想要結合這一塊 然後讓這樣子的店在台中會出現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的台頭就叫好酒小食有限公司 那我們就希望用好的酒去配小食物 那種感受 這其實源自於西班牙的一個料理風格 就是他吃一點小東西配酒 吃一點小東西配不一樣的酒 一直配酒 甚至於有一些是你點食物他會送你酒 就一杯是送的 那他就是要你 酒不用錢 但是你要你吃東西 對那我想要 配酒這樣子 對我想要把這個文化 就是也在台中展現出來 讓大家分享說 其實葡萄酒 因為專業是在葡萄酒上 所以希望讓大家葡萄酒是一個 第一很容易親近的 第二其實你在吃任何食物的時候 都很適合喝葡萄酒 可是你們後來不是改名叫 普樂酒教 普樂酒教其實 這真的是因為我們那時候的名字太難記了 對所以我們就真的就是為了這樣而改名 那普樂這個名詞 他其實就是葡萄酒的樂曲 就是joy of mine的意思 普樂酒其實終究還是一個西式文化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名詞 簡單的轉化成很好記的兩個字以內 那我覺得這樣是最適合的 而且其實我當時看到這兩個字 我就覺得很適合我 有一種就是緣分的感覺 那不然就直接叫這個名字 普樂普樂普樂 其實蠻喜歡 我其實因為英文名字記得他 然後中文我覺得這樣做出來也 因為我也是一個視覺型的 就是我喜歡 我喜歡做一點小設計啊 做一點那種平面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做出來的感受 是我覺得很 很對 我做一件事情 通常會 當這個概念出來的時候 我腦袋有畫面 那件事情都會做得非常快 普樂這個名詞就是這樣出現的 對我覺得有一個連 就是那種通靈的那種感覺 普樂酒的樂趣這樣子 對 那那個 君彈你這樣子在成立普樂酒教授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跟挫折 其實小型創業者 最大的問題通常都是 那都是資金的問題啊 啊 是 但是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資金這個 其實大家都 各自想辦法各自努力啦 對 是 但是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工作 我們這間店的特質裡面 最常遇到 比較特殊的問題 通常都是在於 因為我們的Chef是 是年紀大的人 是老師傅嘛 我丈人丈母娘 70幾歲的老師傅 通常你要叫他做一點 比較 跟平常他們比較不容易接觸 或他們沒有想像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排斥 畢竟70幾歲 你都做這樣子 突然間一個年輕人 叫你做那樣 叫做不一樣的餐點 他會覺得 對對對 那個形態是不同的 我們不是中式 叫他們做西式 而是中式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用中式 但是呈現的方式不同 他們的做法 就會非常不一樣 像是有人會說 我一樣一個料理 我做十人份 我是直接等比 乘以那個份數 我們要糖 我就是加十份 其實不是 他必須要試到 那個精準的味道才行 但有時候我們可能 就是只有 那幾位 也只有這一次 今天那幾位 他就是必須要從這種 就非常短暫的 他直覺非常反應的 就非常臨場的反應的時候 去變換他的用料 那個是非常需要功夫 也非常需要腦力 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會覺得說 我平常就那樣做就好了 我平常就做那樣 為什麼我一定要做這樣 那這對我們來說 溝通 就是需要溝通 對非常需要溝通 非常需要耐心 是 尤其是跟老人家長輩 我不會說這是一個 就是我現在已經不會說這是一個 一個很痛苦的過程了啦 只是就是說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就是我們這一間店最常遇到的狀況 就是我可能 可能也不是也不是說大家都在針鋒相對 我們遇到的問題通常都會是 我們在敘述的這件事情 跟他理解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人生體驗都差很多 對對對 然後再加上像我太太是西餐出生 西廚出生的 然後是西施餐廳的員工工作過的 然後我也是做葡萄酒這種西施的洋化的東西 然後他們 當然他們的生活經驗可能都是比較偏重視的 我們就很難跟他解釋說 怎麼樣要做 fine dining就是這種 味上套餐那種邏輯 那他們的料理要怎麼樣轉化成那樣 對他們來說都非常困難 因為他們無法想像 然後像我們年輕人腦袋比較活 你就這樣做就那樣做就這樣做 但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其實也是堅持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不好吃 他們會堅持他們的味道 對對對 他們會堅持這樣的味道 然後他們會堅持他們的形態 他們的體驗 然後就是這樣不好吃 或者他們會像我們少少的粗一點粗一點 這樣客人吃不飽 但這樣吃完一輪下來 其實每個客人大概在中間就飽了 對 是 好 那君那你們葡萄酒教最當初你的經營理念是什麼 我們其實想要把 我們其實想要把 葡萄酒的 穩的那種感受 就是剛剛有提到 傳達出來 就是說 其實我們當初的經營理念 我們就是希望 我在台北跑 市場所看到的那些東西 所看到的 那些 其實我也不是在台北 是假的 好像我在台北工作一樣 其實我這 就是中部以北市場都有跑 那我都認識非常多的店家 那那個店家其實有很多都是 就是 我覺得都是業內的那種開拓者 那就是可能 很早以前從我講一個比較專業的名字 從布耕地在台灣 就是世界最貴的布耕地 世界最貴的酒叫做博耕地 那布耕地那個 在以前一瓶在台灣還在賣一千多塊幾百塊的時候 他就做了 那一直熬到現在一瓶可能隨便都是三五千塊 甚至 幾萬塊以上的酒 像這樣子的人 他剛引進來 這個人 我也都認識 那我們就跟他聊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們想要我想要把這個經驗 都轉化成商品 然後 我想把這件事情傳達給 不一樣的市場 因為我都一直都在台北北部 我也是核心 我想要把它轉移到自己的家鄉來 是 那 那 今天你們普樂酒教你們的餐點啊 跟 酒 跟外面有什麼不一樣的特色 我們其實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是中 中式西廚的方式 雖然 有一些廚師不喜歡被這樣講 因為他覺得我是很道地的 西式 或者說 或他有他的元素 但是我 我也很直接說 因為我的藏人 他就是 就是中式的師傅 那我們的價值就是在於我們可以把他們的元素轉換成 西式的 轉換成 典雅的 優雅的 然後 我不是說中菜很不優雅 那就是 基本上 西式的料理 他有他的呈現方式 他有視覺上面的呈現 的 感受 那再加上我們其實 普勒酒 其實我們普樂還是以普勒酒為核心 普勒普勒還是以普勒酒為主 所以我們的元素還是西方的 模式 只是我們希望他那個 裡面的內涵是用中菜的方式來 來提供給大家 對 那 普勒酒的話 這是餐的部分 普勒酒的部分我們就是希望 我所有的見聞 因為我會找一些 很難找很特殊的酒款 然後是那個東西甚至也不會是 就不會只是難買而已 就是我是一個 喜歡找一些很 偏門很小眾的東西 但那東西是好喝的 那 透過我們 消費者們可以喝到說 這東西他從來沒有 體驗過 甚至於他在我們來我們這邊之前 他從來也想都想不到的東西 我們希望能夠把 餐特殊的地方 酒特殊的地方都 變成是我們的 體驗的核心 那有客人的反饋 讓你會覺得 還蠻有成就感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首客 慢慢都有很多首客 然後我印象最近最近最印象最深刻的 是有一個出 有一個 醫師 醫師 然後他來吃飯 然後他就來跟我們聊 他說 他一開始 點點餐的時候他就在想要看酒 那我當然有一些名酒給他看 那 他就說 然後我就說 其實你們也可以考慮配Wine Pairing 我隨口一提 然後我們是五杯 他說 他再繞一句 你配得好我就點 我就喔 好好好 不然我就來配 然後我就全部給他配很 很怪 因為我就想要傳達這種東西 我就想要配 配的酒就是你從來也沒喝過 到大概第3款第4款的時候 他就他就他就直接跟我說 你的酒我非常impress 因為你的東西 我我從來沒有想可以這樣子打 那我以前在吃飯的時候 我吃到的餐廳都是 用我看過的東西 用有名的東西 對 來配 但是你 配的東西 確實我從來也沒看過 他認為這是很高風險的事情 因為每個人體驗不一樣 口感是 舌頭長在自己身上 但是我 卻很大膽的這樣做 但是其實 因為我不是正統的 494體系出身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體驗是我自己身為酒商 我覺得 PROJC的樂趣在此 就是 你有很多千奇百怪的 想意想不到的風味 PROJC也有 真的喔 對 我就是那時候配給他 他停下來跟我說 你怎麼會配這個 就是那個是 鹹的 因為那個是300年的火山島 島嶼 所以海島的酒 是 海島的礦石 海島的地下水 就是鹹水 所以那葡萄長出來 他的酒釀出來 就是鹹的 然後會有火藥的味道 真的好特別喔 很特別喔 然後那一道我拿來 那一生沒聽過 非常少見 非常少見 然後那個品種也滅絕 他是 後來在島嶼上才發現 原來上面有長這種葡萄 再把它釀出來 不然以前是 在教科書才會有的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酒我拿來配 我們的鹹香粉絲堡 我配那個 我拿來配那個 中捲蘿蔔糕 XO醬炒中捲蘿蔔糕 真的嗎 那個可以配蘿蔔糕 可以 真的喔 好特別喔 因為有加醬油 然後 本身是海鮮又是鹹的 然後 他的那個 醬油跟醋的醬汁 跟XO醬的元素 XO醬會加一點海鮮 跟那個酒的鹹度 是搭配在一起 真的喔 我們這其中一個 就是 像一個點子 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他讓他非常非常的驚艷 印象非常深刻 是 然後那時候我非常有成就感 因為他一開始非常的 就是 考驗你看看 那種感覺 想看看你 你會怎麼配 對 對對對 關掉 還是錄 喔 因為我剛聽到那個 的聲音 那是相機 沒關係 好 那那個 Gym 那你們pro酒家 他未來的一個 短中長期規劃是什麼 其實我們大家 我們剛剛 我們其實一直都在 討論說 要不要 開 開分店 對 但我其實很排斥 開分店 因為我覺得 第一 一部分來說 就是我開分店 當然人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要找新的人 然後花更多的資源 跟資金去 去 去處 去 應該維持這個關係 但我覺得最大的事情 其實還是在於說你的 品牌核心 其實是在我本人身上 我如果要找一個人 我必須要找一個 跟我 可能第一 可能 一樣的思維 是 一樣的眼界跟想法 然後我們可能也 通常都說 自己不一定會跟自己相處的來 但你在 如果要在這行 你要必須要找一個 跟自己非常相像的人 其實 我沒有那個 心理準備想要 有那個 心理準備說可以 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第一目標 不是展店 我反而是會希望說是把 真的把這個地方 做中期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在 我的 我的地區的時候 就會想到說 去那個地方就會想到 普勒酒教 這個地方 這是我第一個目標 然後再來就是 我希望能夠到最後 可能可能五年 十年後 或許可以找到 自己 國外裡面某一個酒莊 是自己生了心意的 一個 酒廠 酒廠 去代理他們 去操作他 因為我覺得 選品就像是 就像 就像是把自己的品味攤開給大家看 對 大家會從你第一個 或者是 這幾個酒莊來去評判說 你平常這個人的眼界到哪裡 你可以挖到多深的酒莊 然後你可以知道說這個酒莊的 的品硬的 Taste是怎麼樣 那這都是 你的一個 內涵的體現 你如果沒唸什麼書 你找出來的酒莊 大家看到就 你看 那是 我懂 長期目標就會希望說 到最後也有屬於自己的品牌 但 但是 我認為這次還需要很多時間去醞釀 不是那麼容易 是 對 那現在很多人對創業都很有熱忱 可能對開店 也都很有想法 那如果說他們真的想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我覺得 就是要細心 對 就是要 第一要細心跟耐心 然後再來要勇氣 就是說 其實你必須要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非常 非常 我做得很快 但是 然後我是想到什麼做什麼的人 因為我 我都說我自己就是 事情記不住 驚於腦 所以我 我想到什麼事情 我必須要當下的把它做完 不然的話 我可能 我可能下一馬我就忘記 那 這樣的 行為模式 會影響到自己的個性 就是我 事情都做到60到80分 我就要做下一件事 我沒辦法把事情做好 我沒辦法把他冷靜下來做好 但是當 今天如果大家是創業者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很多事情是 你必須要真的好好的 做下來 把這件事情完成 那並不是你想要做你就做 那所以 細心跟耐心是必須的 甚至於那個耐心是必須要到 你要 真的 用 告訴自己 甚至於用嘴巴直接講出來說 你給我做下來 好好把事情做完 所以 細心耐心 再來是勇氣 就是 你會面對到非常多千奇百怪的問題 對 你從來也不會想像到 你也絕對不會 準備好 我要創業的那些問題 你必須要有勇氣去處理這些事 對 我覺得要強大的心態 然後要有耐心 要有細心 沒錯 然後夠堅持 對 要堅持 要堅持 有時候其實撐得過去 只是因為你 一時的 可能 我不敢 我不要了 我夠了 太容易放棄 你就放棄了 對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普樂酒教的主理人 廖孝純 Gym來接受我們專訪 謝謝Gym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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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